马云 赚领他的团队从北京回到杭州 靠着50万元起的资金 在他湖畔花园的家中 创立了阿里巴巴 从此一个伟大的梦想开始 2003年 马云创办淘宝网 用了短短两年时间 击败互联网巨头 以备易去 2005年 阿里巴巴收购价值7亿美金的雅虎中国 同时获得美国雅虎 10亿美金投资 90年代中期 互联网作为一个新生事物 曾经在中国引起很大争议 有人说 中国不能发展信息高速公路 否则会被西方发达社会所控制 马云一腔豪情 却苦于不能被人理解 1996年 一个偶然的机会 马云找到了当时在中央电视台 东方时空工作的一位杭州老乡 1996年 我记得是好像春天刚开始的时候 他拿了一个电脑来找我 他跟我讲的英特网 中国的未来 中国的金金 中国的什么 我都听不懂 但他的热情打动我了 我说马云 你的结果 你自负 跟我无关 只要是合法的 但是我可以来记录你的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当时是 生活空间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你有理想 很好 我们可以记录你实现理想的过程 但是结局你要自己收场的 你这个牛吹出去了 万一你说你是胡闹 或者是最后证明 你这是典型的胡思乱想 我说我们也无非是记录了一个 善于幻想的人的一段经历 在我们的那个苏生马林那个短片里 能看到很多他在现场推销的画面 他就像个坏人 虽然是滔滔不绝 但是表情有一点鬼鬼祟祟 因为他这个事情他开始上门讲了 他要干嘛 他要干嘛 我可以建立一个中国最大的国际信息园 然后我们在旁边记录 我就看表情 就听他说话人的表情 就像我听他说话一样 基本上就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文化娱乐和教育 全部去介绍给世界 这边有个信号 那是 啊 什么事 这是那个 我们来看来先联系 那个中国黄业 给国家企业做宣传的事 什么什么黄 中国黄业 这是那个 信息高速公众上 宣传 公先生 对 公先生在那里 是 对 就是给国家企业在信息高速公众上做宣传 把中国的体育全部放到电脑里去 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体育 对 你必须再找他 因为是对外宣传上的 对 我们注册下来了 那他说打开里面都空了 打开里面都空了 那高音会的忙就开始了 你应该 首先应该先约 办事程序应该你先约 你要不约的话呢 很难给你做一个很满意的回答 我还记得那一天拍摄都很累 然后晚上我们好像是坐在一个公共汽车里 还是在什么车里 我忘了 他们那样看着那个 北京街道的灯光啊 对他脸很晃过晃过的 再过几年 北京就不会这么对我 再过几年 你们都得知道我是盖茨 我在北京也不会这么 落魄 1995年的美国率先感受到互联网的热力 比尔盖茨在各个场合公开宣称 互联网是人类通讯史上的里程碑 他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 同样也是这一年 斯坦福大学的杨志远 放弃即将完成的博士学位 创立了雅虎 建立搜索引擎 为人们提供信息检索服务 这一年 作为杭州一家翻译社的老板 马云到美国出差 第一次建设的互联网 这是我第一次在我的生命 触摄你的卡锭 在1995年 在搜索引擎 所以我开始我的业务 这一年 我叫自己狠狠 在背后的狠狠 直到现在 我还不知科技 我就把我带到那房间里 让我讲到这些音乐 你搜索任何东西 那我说不敢碰电脑 我说这东西我不敢碰 那种坏的很贵的 你知道中国那时候的电脑是 那个那个美国 要有钱的公司才有电脑 而且空调房间 也最漂亮的小姐管 其他人家把字 或者打游戏 我们都不知道 但我觉得很高声 那我说我不敢碰 他说没准 他说这不是炸弹 不会爆炸 我们打打试试看 所以我打的第一个字 就是比尔啤酒 搜索在雅虎上 都挑出了美国的啤酒 日本的啤酒 俄国的啤酒 就没有中国的啤酒 我很好奇 我就打入China 中国 一搜索的时候没有数据 我说能不能咱们试试看 我把我杭州翻译式的那个公司 做一个home page 做个网页 然后挂在上面看 那我那时候就很简单 做了个网页 特别丑陋 我这九点半 我们挂上去 十二点半 我就下头就去逛了 他让我朋友回到那家 他说你来看 你来看 他说有五分一秒 然后我赶过去 一看 好家伙 五分一秒 来自美国的 日本的 还有加拿大 那个德国的 他说这是我们在互联网上 发现的第一家中国 来自中国的公司 你们在哪 想跟你说 我那时候感觉 这些东西可能讲了游戏 两个星期后 马云结束美国的工作 回到杭州时 行李中多了一台电脑 在下飞机的当晚 他就邀请了一帮好朋友 到家中聚会 我当时我们想他说 在晚上公布商量室 我们想是什么 最好的事 大家可以 又可以公共做电视剧 又可以挣点钱 我就说我现在可能准备 开始做我的一个企业了 叫做Internet 然后讲了大概好长时间 没人听懂 他几次来互联网这个概念 我们之类喷呃的听到 他就在孩子之类 但是很普遍 因为我不懂计算机 不懂电脑 那头网络根本 你想想一个不懂计算机 不懂电脑的人 把我的24个朋友叫到家 说我明天开始成了一家公司 做网络了 但是操作到正常人的私欲饭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 这东西做完就 太鞋了吧 好像新的政府之前 政府还没开始操作 所以我们就都觉得 不是我们的 我们想也不是你马上的 一个不是什么 付一个钱也几个亿 我是几千万的自己 因为我知道 我看见这东西 我就想做一样东西 很多年轻人 是晚上想想千条路 早上起来走圆路 而中国人的创业 不是因为你有出色的idea 理想 梦想 想法 而是你是不是愿意 为此事情一切 待在全力以后的去做它 一直证明它是对的 马云从亲戚朋友的 借了五万块钱 成立了一家叫 中国防疫的网站 他办这个网站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把企业的信息 放在网上供人们查看 同时向企业收取一定的费用 我一开始有这个概念的时候 是挺难卖的 我就想了兔子先吃窝边炒 我就从朋友开始 我没说怎么做 我帮你从事来 比方说一个宾馆 你把资料给我 我把你翻成英文以后 你不要付我钱 我把这个资料 用EMS快递寄到美国西雅图 我西雅图的朋友 做成网页以后 做成一个网 画到互联网再把这个材质 碰到母机打印出来 但用UPS寄到杭州 我再送给你看 这个玩意儿是在网上的 然后他肯定不相信 这些东西是你自己电脑 他做的把你给我看看 那没问题 我给他给你 就是你打电话 给你美国的朋友 或者你 这是美国的电话 你打电话问 叫他们敲入这个3W的地址查查看 如果有 你付我点钱 没有 你不能付钱 从你95年创办中国房业 那时候好像有很多人把你当成骗子 没有 那时候可不可以相信 因为我即使 现在在回互联网的10年 应该来讲我们是中国 不是第一 可能是第二家公司 我们在95年的2月份 就开始创建这家公司 那中国互联网连上 上海跟国外的互联网连上 是95年8月份 那时候根本网络没有 我这种印象 当然就觉得你在讲一个不存在的东西 当时是靠什么算钱的中国房业 那时候大家做网页 做一个网页 听人家做网页 那时候效果特别好 因为你听人家做网页 互联网上那时候没有中国的网页 所以你放上去的企业效果就特别好 所以呢 我觉得那时候 你要去说服人家真的很难 而没人相信你 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觉得 兔子先吃过跟草 从朋友出的关系 就凭我在大学里交了六年 五年多出的经验 加上我夜校 我在夜校教了四年 我从夜校的同学开始推销起 那这些老的同学都非常信任我 他们知道我不会骗他们 所以他们开始慢慢慢慢的加入 反正在95年的时候 你曾经想到北京去拓展业 但是四处碰地 当时是有个朋友在东方式公安局 你拍了一个片子是吧 叫书生马云 可见你当时书生气还很足 但是那个片子把你拍得很惨 确实比较惨 因为你我们成立公司要五万块钱 我借钱借了两万块钱 还有就是把我们家里的家具 全部搬到办公室里 租了一个办公室 还剩下两千多块钱 我觉得今天想想回过去 想想也是挺有意思的 能不能给我们说具体一遍 那时候最早的 我们为了说 internet网这些东西怎么行 我们想创意 说让别人去接受它 但是我觉得互联网会改变 internet网会改变人类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是马云说这句话没有意义 所以95年我们编了一句话 就比尔盖子说 互联网将改变人类的生活方方面面 但是比尔盖子没有说过 但是互联网 比尔盖子没有说过互联网 而且他就说还转变互联网 但是我们就说世界首逢 互联网会改变人类的方式 很多媒体报纸在报道这个文章 所以刚到北京的时候 我们想把有一篇文章 关于互联网的介绍 发到北京的报纸媒体很难 所以我们认识了我一个朋友 一个朋友认识北京青年报的一个司机 那个司机我们给他500块钱 他把这个文章就发出去了文件 你对司机很能感 有一个报社的 把这个文章分在头版上 然后我就去找他 找他以后呢 我觉得这个总编肯定是有眼光才会把这个事放在头版 否则是不会放在头版 然后跟他谈了三天三夜 啊我没看 然后他也听得很清楚 他又运过回来 最后的马云我帮你一个忙 他请了北京很多媒体的总编老总们 他说你在那边给大家做个演讲 啊我那天我是去冻坏了 从来没见过那么多媒体朋友了 我就把电脑搬过去 准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给他们讲 前了两个小子他们也听得热血飞沉 嗯 他们说好我们开始宣传互联网 那现在第二天大概有一个文件下来说 不要宣传互联网 嗯 就又得冲突来过 然后他们说马云你如果能够收取人民日报上网的话 那我们就 就可以报答了 然后我再开始通过一个朋友认识了人民日报办公室的一个行政人员 有一天晚上那个我们聊的很迟嘛突然有来了一个人 嗯他说呀他你们在聊什么我都聊互联网 他说互联网就跟我聊起来那个人就是人民日报社内所的那个事业财 那个事业发展区的区长股价网 他说哇他听了很激动 他说好 我们就开始然后现在的副社长就胡新明 他们说我们要把人民日报弄上网 所以我们大概弄了半年 所以人民日报搬上网 把人民日报搬上网是我们说的做来做的工作 所以一点一点的挪动 等到人民日报搬上网那一天我已经知道 北京已经不是我们的机会了 因为大批的外资机已经开始进了 所有国家都起来 然后我们就是没有钱没有之内 也就又被冲回了杭州 杭州去了 我们那边墙上看到有照片是当初你们十八个人在长城上 对 据说你们在离开北京的最后一夜 这个去酒吧喝酒 还抱着一碰哭 有什么为什么哭 因为这帮人是跟我从杭州到北京的 我说我到北京去创业 这些都是年轻人 我说你们想不想去 北京会非常好 我们肯定会打下一番千里 他们也听听 还有道理 然后就跟着我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 我们十四个月干的那么出色 到零十五 就是这四个月的时候我们决定方向不一样 方向不一样的时候是很痛苦的 那我决定要回家了 那么他们来讲一开始是很震惊的 干得这么好 为什么要放弃 那反正我给他们三个选择权了 第一我说 你们去雅虎 我推荐 一定会录取你们 而且工资会很高 让他们去新浪 搜狐 我推荐 别人也会 工资也会很高 那时候大家会让我泡沫去 还有一个就是跟我回家 我跟我回家 我说只能付五百块钱人民币 在我们家里上班 然后你们替的地方 离我五分钟以内 你们自己住房子 我们没办法打数个车 也没办法上下 反正就都在我家里上班 你们自己做这个 给他们三天时间考虑 然后这些人出去 三分钟又回来 说妈呀 我们一起回家吧 三分钟就回来 他们有走的门口 我都选他们三天嘛 他们就回过来跟我说 我们还是一起回去诚严 那一刻你心里有感动 但是我觉得我是挺感动 我觉得到今天为止 我每天想的就是朋友对不起我 从来没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 我永远也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创业是从第一天起 我们是这么坦诚相待 那回来就开始创业 但是呢 在北京14个月 我从来没带这帮人去玩过 我去长城的一次就是陪杨志远去 那那一天我们说 带大家去长城玩一趟 在长城上面那天是秋天 好冷 然后心情也不好 天气也不妙 然后呢 有一个人就说 我们为什么 从杭州打到北京 而且一步那么多艰难 这么困难 我们都走过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从头开始 然后大家就说 真的是那天像演电影一样的 哪个人也没想 反正在长城上面 后来我们就说 我们发誓 我们就不相信 我们做不出一个伟大的公司回来 在长城上面我们打听 说我们回去 从头开始 从零开始 建一个我们最继续很后悔的公司 回到家里来重新创业 但是99年之后 2000年很快就到了 网络的一个低点 所以你进入的这个时机 其实并不是太好 99年我们回到很多创业 非常坚信 我们不是会告诉你 我们真的是难道 真的从来没打过 有一次买什么设备 我们为了去买一张桌子 买个电脑 讨价 玩价很长时间 然后还自己把那三里车 驮回来 有一次不是买什么东西 是哪个一边的车子车呢 然后我们在打车的时候 所以招来了一个 一看 找到一看 是一辆商卡纳 我们所有的活动赶回去 看另外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知道 下历是8块4 商卡纳是8块8 所以我们心里觉得不踏实 所以很艰苦 而此时的晚云 两手村公 回到杭州 重大过来并开张 在这个不起眼的 二层居民楼里 悄无声息的 创立了巴里巴巴网站 我跟大家讲 好久我们开始创业了 每个人把自己口袋里的文化钱 放在座子上面 开始抽钱 我把我自己所有的积累 借的钱 放在座子上面 然后大家再把自己 我说第一不许 问亲戚朋友 巴巴巴网拉借钱 不许我们亲戚朋友借钱 我们是愿赌输 输了大家的自己的 然后我记得 我们很可能 抽了50万自己钱 对 然后好像 每个人都一两万 一两万这样子 两三万这样子的 这种金额去抽 第一次发阿里巴巴的东西 是跟员工借钱 再发给他们的东西 我说你真像一个骗子啊 难道像员工借钱 再发给他们 我们自己抽的这个钱 发的差不多了 然后呢 另外要丑一点 每个人再拿几千 来维持公司 这样的情形 马云就像是独角 我觉得 他把人们最不可思议的东西给打送你了 对 我觉得我们这帮人 都有一点好赌 特别是快时光的时候 你肯定会很矛盾 我们再借钱 继续留下去 还是就这样不干 1999年的网络世界 是一个疯狂的世界 无数的网络精英 心怀梦想 五花八门的客户网站 如午后初九段诞生 然后又迅速的悄然倒闭 网云马不停蹄的来往于香港和杭州 向世界各地的风险投资商们推销他的理念 在香港 网云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口号 阿里巴巴要把全世界的商人联合起来 但就在这时 远在千里之外的杭州 公司内部却对未来走向 发生了分歧和争议 他要把全世界的商人都联合起来 这个在当时听来 真可怕的 他要把全世界商人联系起来 他还不是一个成功的商人 他怎么去 人家凭什么要让他联合呢 对 政治非常大 因为中国做互联网 阿里巴巴是最独特的 没有拷贝任何一个模式 但中国的很多其他网站 都是拷贝美国很成熟的模式 虽然公司内部的争论 暂时平息下去了 但马云知道 与外面其他网络公司的成功和热闹相比 阿里巴巴还处在一种 极其低落的情绪当中 每个人都做出尽可能平静的表情 但每个人都不知道 下面的路要往哪里走 有人甚至提出 阿里巴巴到底还有没有存在的可能性 我九五年的时候 我记得我做出了决定 我自己跟自己讲 我可能改变了自己一生 一辈子所从事的思念 而今天 我想把大家重过来 跟大家共同看到 以后至少五年 十年 我们要做的事情 美国的亚伙的上市 Amazon的上市 这一系列公司的上市 导致我们在想 英国的是不是已经到了领域 我们是不是已经过过它 我们再跟下去的话 是不是已经太晚了 所以大家可能今天到这里来不幸 我在想 我们这么做的话 钱都在哪里 有没有希望 玩下去 玩那个时候 我们东西出来 我们有可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 但是我们就在那里 而且我们自己上去以后 我们的好处在哪里 玩一几集中啊 他要推销他的想法 他不管你听得下去 听不下去 他都抛招不绝 强硬地把他的想法出现了你 因为谁都知道 应该在死炮火 我刚才讲的危机感觉 应该这么炮火 一人一人 什么时候破 他的骨肉融着 就什么时候破 然后你把骨骼叫 一倍骨骼回山 那么有一天 一倍骨骼在那里 可能阿里巴巴尚 甚至只不开山 他一段 就要往这身中 所以不要这样 我觉得 应该在这个梦 不会碰 他对他手下的男生 这么配合的 他手下的人 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他就知道怎么干 谁要这么干 马云是 知道要干什么 但是不知道怎么干 他找的都是 顶尖人 干具体的工作 一些工程师 高材生 有时候我是觉得他像一个教父的角色 他实际上完全是一种理念来引导一次的方向 我就是往前搜 对不对 第一种 团队精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往前搜的心 商量 我们还有团队 我们还有东西 把他们互相支撑的 你从这种好处 如果那个一个人今天三天 你应该到工程中 你出去看 你是有点慌 因为你跟年龄 你现在找一个工作 在行动找一个工作 三四千块钱的 你差得到 但是你确认吧 你不会有经过这么多 你会干净这种创业 三五年以后 你还会再找新的工作 你还会再 但是这种滑的对我 这种肠道 黑眼神的东西都握手 一起喊 我会觉得喊着他往前搜 你什么都不慌 你大爷子打着大招 啊 又往前搜 升起又往前搜 你什么都不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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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ное indul就慌 你什么都不慌 你什么都不慌 你多少都不慌 你我都是現在 谁是我们大在的 你喂 man 突突 veure